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批评我们顺势交易说 我们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我认同 他就真的在涨 真的就是在涨 你看涨你不做涨 你说每天跌你也空 涨你也空 你干脆 你要空到什么时候你跟我讲 空到一万点吗 不能这样子吗 所以我们是顺势交易者 涨当然就是做多就对 跌当然做空 但是我们会有讯号反转的时候 该反转的时候我会告诉你 所以现在还没有转 还没 而且重点是我还要说服 我们的观众朋友要做多 其实很多人还是在场外观望 你看你去看一下那融资 之前跟你讲一百一千三百零五亿 你看昨天前天还下降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跳进来 而且你还自己自动离场 这样感到 我的看法真的不对 所以行情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 今天江老师一样会准备一些 不一样的观念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当行情突破八千七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就是要偏多 当行情突破八千七的时候 我就告诉你要偏多 那为什么要跟你讲 其实行情就是属于自己的见解 见解真的是最重要 见解还是最重要 好不好 所以见解是 重点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可以吗 见解是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了解的时候 江老师是不是跟你讲说 震荡偏多的格局改变了 对不对 震荡高手盘改成震荡偏多的格局 然后这个行情 有一种感觉 会让你不敢进场 会让你不敢进场 然后会在那儿怕 也不知道在那儿怕什么 没做也怕 做倒也怕 板坑也怕 都在那儿怕 不知道在怕什么 所以现在行情真的就是 昨天跟你分享过了 我今天有在准备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要说服大家 让大家能够了解说 其实现在做多 其实也没那么恐怖 你知道吗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看空的人就不用讲了 天天就看空 反正就是看空就对 涨一千点一万点 他还是看空就对了 反正他心里面就觉得是空 这个就不管他了 但是问题还有一群人是空手的 但是问题是你空手 你不敢进场 为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你的观念没有懂 你明明知道大盘点数天天在上涨 但是你就是不敢进去 我昨天比这个姿势 这是你的心 你的心魔 昨天那个心语还有解释 就是心魔的问题 你的心魔没有克服 我天天跟你 你人家说我在基手 多多多 你也不敢做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行情会让你 多担抱不住 空担天天有希望 你知道吗 你去看一下 我们最新的 我们要插播一下 虽然我们没有live节目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插播一下 你知道最新 是live的啊 对啦 我是说没有记者在外面live 我们自己做live 你看 你知道吗 你去看一下台积电的法说 你去看一下大力光的法说 你知道你去打开一下 摩胎子为什么涨2.1点 为什么摩胎子涨2.1点 你去看一下 欧胎子为什么涨4 50点 你去看一下 道琼为什么标100点 标了7 80点 8 90点上来 为什么你知道吗 所以我要表达意思是什么 江老师告诉你说 永远贴着盘面 你不要去预设立场 多跟空 你知道吗 如果假设你去预设立场 我跟大家讲 你真的会K掉 所以还是一句话 这个行情就会让你 多担抱不住 空担天天有希望 然后空担天天 睡不着觉 因为他天天就创新高 他天天真的就创新高 完了之后 请你长线摆旁边 然后短线的资金摆中间 你唯一 你唯一的希望 如果假设你是看空 你唯一的希望就是 来 我们请那个摄影大哥 帮我tag一下手板 你唯一的希望就是 那个神奇宝贝 现在开始要讲神奇宝贝了 不能讲哈啰奇地 因为现在神奇宝贝比较红 有看到吗 就那个神奇宝贝来救你 你知道吗 很明显嘛 外资拼命买 但是就是有人压盘 我真的跟大家讲 这连续这三天 外资真的是 应该是说 应该是废了吃奶之力 真的硬要给他买上去 然后完了呢 另外一只手也真的 废了吃奶之力 硬要压盘 你真的就是要期待 神奇宝贝帮你压盘 压下去 否则的话我告诉你 哪一天 你看台积电的法说 优于义气 然后大力光的财测 也是优于义气 然后完了之后 就拉起来了 所以你今天留空单了 你会睡得早吗 我的看法你一定睡不着 了解 所以还是一句话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辛苦一下摄影大哥 所以重点是 有钱真的就可以任性 他就是要拉 你能拿他怎么办呢 除非你的钱跟外资一样多 跟他对着干 你知道吗 否则的话 有钱真的就可以任性 我们只能做一件事情 我们的钱很少 我们的钱也不多 我们是顺势交易者 那你就赔太子练剑 你背脸减 对不对 他要扭我们就做桌 他要抬我们就放空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小心谨慎地吃他的豆腐 吃到豆腐之后 你就会很开心 我觉得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放空了 没有 你一点都不开心 而且你会觉得说 奇怪 我们都做不错 因为你方向做错了 对不对 那怎么样 小心谨慎地吃到豆腐 当然就是利用 筹码的力道吗 你看我们的学员 这几天 应该说这两个月以来 当健安老师告诉我们的学员 当冲八大秘诀以来 你去看一下 每一天盘中教学员 你的气氛有多开心 这就是学员真实的反应 如果假设他赚不到钱 他会开心 我给你讲 没有人是空安的 赚不到钱 怎么会开心 对不对 就像健安老师 这阵子都破断 但做得不顺 谁会开心 当然不会开心 但是当破断拉出来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了解 所以请你记得 当冲就顺着筹码的力道 来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的一个行情 结论就是 震荡偏多的格局 没有改变 震荡偏多的格局 没有改变 我下了一个注解 就是金 金 涨的格局 会涨到什么时候 就以短线的 态度而言的话 我认为 下个礼拜三之前 下个礼拜三 台子 就是结算前 我认为还有高点可期 我认为下个礼拜三之前 还有高点可期 所以 不要太快下车 我真的知道 上涨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跟你讲 居高思维 什么叫居高思维 你告诉我 居高思维是要看空 还是要把你的多单调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如果假设他告诉你居高思维 他心里面是看空 他会告诉你放空 但是如果居高思维 只是把你的多单做调解 我认为可以接受 我认为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已经长了那么多了 我相信你也会害怕 那就把你的多单做一下调解 但是不是叫你调方向 很多人就听话 手 听不清楚 你知道吗 听不清楚 居高思维 是不是开始要把多单 全部卖掉 然后看空 看什么空 你看一直涨一直涨 你看法术又OK了 明天碰又上去了 你知道吗 了解吗 所以请你记得 所以现在是一个 金金掌的一个格局 最后一个注解 就是什么注解 你知道吗 就是方向错了 奔跑也没有用 你明明就是要回家 你明明知道你的家是住在北边 你一直往南边跑 我问你一个问题 奔跑有用吗 你用走路走不到 你用奔跑的你也走不到 你坐飞机你也到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方向弄错了 了解吗 所以为什么一直从 8700点突破的时候 我就是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 震荡偏多的格局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今天也是第四天了 请问一下 做空真的中得到钱吗 我不这么认我 了解 所以请你记得 方向错了 奔跑也没有用 好 另外一个 真好是你不要再唠叨了 这个好像都是 成像烂掉 对不对 我今天准备一个 不一样的东西跟你分享 真的 来 我跟你讲 这两个 这几个字 二十六七 七个字你要不要记起来 什么叫投信 什么叫中小型业绩股 我跟你说 接下来就要看白人表演 怎么表演 看投信和中小型业绩股表演 怎么说 来 拉回来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大盘的方向有了之后 接下来股票怎么做 我跟你讲 真的很重要 大盘你已经放心了 因为目前看起来 外资都没卖 卖的时候我会跟你讲 其他论坛一定会第一时间 告诉你转弯了 对不对 所以请你记得 那为什么投信跟中小型业绩股 那么样的重要 我跟你论述好不好 来 这么说 这阵子从底下拉上来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知道 第一个叫车空 第二个叫做车空 对不对 好 那车空 车谁的空 当然是算好要空 你也知道 照后放空挂掉 瑞放空挂掉 宏达电放空挂掉 对不对 现在都是拉那个什么 F针顶 都拉那个跌升反弹 跌升反弹 你空它更没有用 对不对 巨洋 然后呢 如虹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空那个弱势骨 它就给你拉起来 哪一天太阳人类骨 就拉起来 你知道吗 好 这是车空 对不对 所以散户真的比较凄惨 车空 另外一个叫做车空手 就是投信 哎呦 伦佳老师 很激动 对我太激动 吓到我 对吓到我 对不起 等一下 好我等一下帮你用 对 我先讲 好 那投信的中小型业绩股 有没有 为什么跟你讲说车空很重要 来 拉回来 我们一般散户是怎样 你车空 车空手没关系 我就没要算就好了 OK 你可以不要玩 因为你是散户 我就没算 没要紧 但是如果假设你是投信 你可以不玩吗 如果你不玩的话 你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知道吗 你明年就不用上班了 江老师 为什么明年不用上班 你不要忘记了 投信是要比业绩 比绩效的 你知道吗 那比绩效 假设说现在有三四 三四百党股票 有股票型基金 大家都在比嘛 你也烂 我也烂 大家都烂 OK 大家比烂的OK 但是问题是 还有一个benchmark的东西 你必须要跟什么比 你知道吗 你必须要跟大盘比 那请问一下 现在大盘已经创新高了 你的投信的绩效还拉不起来 你明年你要上班吗 不用明年 下个月你不用上班 所以投信现在被嘎空手 你知道吗 所以当他被嘎空手的时候 怎么办 当然他就要去找 中小型业绩股来拉抬了 为什么 因为这样绩效拉得比较快 所以你知道今天 为什么波罗位会涨零板 你知道为什么吗 了解没有 所以投信他一定要去找 那个中小型业绩股来拉 所以我告诉你 你可以忍住 一般投资朋友你可以忍住 但是投信一定忍不住 那我要表达意思 当外资买了 投信也买了 我跟你说 算好一定是最后一只老鼠 还是一句话 要当老鼠就当第一只老鼠 不要当最后一只老鼠 我已经严禁于此了 了解好 所以当别人在跟你讲说 逢高要调节 要小心 不用小心 要小心的是投信 好不好 他明年搞不好没有工作了 你知道吗 了解不 这样论迅速完之后 没有很清楚了 所以震荡偏弱的格局 就是一个金金掌的格局 你不用担心嘛 有人比你还担心 当然放文都快不见了 比你还担心好不好 所以结论就是方向错了 奔跑也没有用 我希望你听得懂 江老师要跟你分享的一个内容 如果假设你不敢做多 假设最后的结论是 你不敢做多 好不好 那答应我 你也不要经常放空 你如果经常放空 那个更痛 你如果假设打从心里面说 2016年就是空头年 好 我认同 假设你的想法是这样 那请你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先把你的空单回补好不好 真的如果的时候要空 我再带着你空 好不好 我一定空得比你还用力 OK吗 所以这样 行情就解完了 所以江老师已经花了四天 从融资 我真的准备了好多power point 我这有时候还蛮佩服我自己 真的 我真的还蛮佩服 就是为了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真的很害怕 你们真的没有做多 你知道吗 所以能帮我就尽量帮 所以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当初 今天当初OK吗 今天十点之前是不是又可以下班了 十点之前如果你没下班的话 你在那边瞎缴 真的很累 因为行情就十点之前就走完了 所以台子期的日内走势图 今天的高点8841 今天的低点8769 高低价差的话是72点的价差 你有没有发现十点之前下班 你看十点后面做什么做 我根本不用做了 真正的波动是在十点之前把它处理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工具的画面 最近我们的学员真的很棒 真的超级无敌棒 你们这样做就对了 保持下去 继续的保持下去 这样就对了 现在很多房间一直在模仿 有的人是十点下班 有人就提早到九点五十五 有的人在九点半 真的是 好啦随便 要模仿就模仿了 反正我们的学员赚到钱最重要 OK好 所以来 这是台子期的五分钟的k棒 今天老师有跟你说过 只看五分钟的k棒 其他都不用看 好来 今天开盘在这个位置 今天开盘是在这个位置 好 今天十点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也就是说 早盘的时候是黄k棒走的比较震荡的原因是什么 你看空方空盘 然后大户没有做多是做空 有没有 散户在做多 所以这样下来的过程当中 其实第一趟你可以做空 按照筹码 江老师在大教室有跟大家分享说 如果假设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 你就贴着筹码的力道 OK好 那完之后拉起来的过程当中 还拉成红色k棒 那就是多方空盘 大户做多 散户做空 要做什么动作 就是做多 所以你可以分成两趟来吃 你可以做一趟空 第二趟做多 那如果假设你前面你不做 你要做后面的多单 也可以 反正每一天只有两条生命 不要忘记哦 每天只有两条生命 两次扣打 用完之后就不要再用了 我求大家 江老师真的有在看大教室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人不守规矩了 我告诉你十点之前下班 有人给他拖到十二点 十点十五分 有人都拖到十点半 我跟你说 你连当冲这么一点点的几率 你都不守 我问你这个问题 那你一天你真的破断单的时候 你会守纪律吗 你相信江老师 我为什么要这样规定 一定有他的道理的 了解没有 所以我透过公开的电视节目 告诉你 你真的不要侥幸 第二件事情 明明就规定两次扣打 有人在做三次 有人在做四次 做五次 你赚到钱 我真的替你开心 但是问题是我看到的是背后的逻辑 你再不守纪律 了解没有 所以长久下去 其实对你没有好处 好不好 江老师没有办法每天都在电视上 也许今年也许明年江老师就消失了 你知道吗 你如果不把功夫学起来 谁帮你 你告诉我谁帮你 了解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还是要念一下 因为纪律还是最重要的 还是要念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盘中教学 我们的学员做了什么动作 真的很厉害 真的很棒 来我们看一下 监老师有35版本的赛马理论 对不对 一开盘的时候 来我们看一下 请那个摄影大哥 帮我tag一下这个地方 3163的一个波罗威 想也知道 是赛马理论里面的选出来的股票 对不对 我们继续往下看 来 8点25分的时候 对不起 不是8点25分 9点08分的时候 监老师就告诉我们的学员 赛马开始冲了 赛马开始冲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当冲的学员怎么做 来第一笔空8801 平在8871 有没有 9点10分的时候 就小赚了大概 这样应该是30点的价差 对不对 30点的价差 来拉回来 你会没有发现 为什么他要做空 因为黄色K棒 力道偏空 方控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对不对 所以他很快的第一笔 当然也没有 8801做空 8771平常 就赚30点 就这样 然后完了之后 如果假设你是江老师的一个 那个就是 软体的一个用户的话 江老师是不是告诉你 赛马理论你也可以压 对不对 波罗威嘛 你有看到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大教室里面不是只有讲 起货而已 股票也有代单 好 那完了之后 另外一批赛马 另外一批赛马 4163的一个液态 对不对 4163的一个液态 所以赛马也开始冲了 9点13分的时候也开始冲了 好 那我们一样 来看一下 起货的学员做了什么动作 来 WZ外这个学员 87784做多 然后8805先 平掉一半 这个学员不错 很聪明 为什么 先卸一半的压力掉 先平掉 先赚一下 对不对 赚了21点的一个价差 另外一半给大家抱住 还不错 这个有那个 来拉回来 江老师有跟你分享过 对不对 工具是帮助你判断多空 但是自身的关键 是部位规模控制 对不对 来 这个WZ外这个学员 很棒哦 你已经学会叫部位规模控制了 慢慢来 你一定会成功 好 来 继续往下走 来 BYN这个学员 8779做多 8795平仓 小赚16点 第一笔达正 9点16分的时候 完了之后 WZ外这个学员 8811全出 很聪明的 先出掉一半 另外一半再出掉 所以很棒 你们真的很好 我每次看到你们 就是了解 江老师要教你们 这个东西的话 我就替你们还开心 比我自己赚到钱还开心 真的是这样 我讲这句话是真的 我还要起雞皮疙瘩 真的是这样 好 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WZ外这个学员 为什么他这样子做的原因 他就跟大家分享了 分享就写在这个地方 这个学员的话 还把对当章贴出来 来 ZHJ这个学员 8783做空 87778平仓 因为第一笔单的话 是偏空 第二笔单才做多 8796做多 8816平仓 昨天反应比较慢 今天反应比较快 就顺多了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B1这个学员 因为现在是震荡偏多的格局 共赚了55点的价差 10点的时候 今天老师就会告诉我们学员 要懂得缩手 10点的 要懂得缩手 不要在那边撑来撑去 对不对 另外这个学员的话 也还蛮棒的 8823做多 然后平仓的时候 是小损了 小损了大概7点的价差 OK 为什么 因为你出手比较慢一点点 没关系 一定要守几率 不管是赚也好 或是赔也好 你会赔钱的原因是因为 明明它已经翻多 但是你后面才追上去 当然你要跟我们的学员一样 前面的学员 就很快就追上去 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 那为什么我们的学员 要这么做 其实他们真的没有三头六倍 健安老师也没有三头六倍 我们只是贴着盘面 因为工具会告诉我们 如何贴着盘面 所以我跟你分享 来 就是5分钟的K棒 开盘在这个位置 为什么要偏空 是因为空房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那为什么要偏多呢 拉上去的过程当中 多方控盘 大户做多 散户做空 就这样 所以你可以吃一趟 你可以吃两趟 就这么简单 真的没有很困难 所以当你的方法不对的时候 健安老师的想法 还是很简单 请你推散观望 否则跟我们的学员一样 好不好 李小龙有说过 他不怕 练过一万种踢法的人 他只怕将一种踢法 练过一万次的人 我希望你就跟我们的学员一样 把一种踢法练过一万次 你看我们学员是不是 就这一种踢法 就一直踢一直踢 踢到这种 大家都很开心 了解 所以当你没有方法的时候 推散观望 否则好好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运用 K-pop的颜色 来帮助你判断多空 对 好 那接下来看球 对 我们赶快看一下 健老师废话太多了 好来 三大法人总共买了61亿 所以还是偏多 对不对 好 那期货的一个部分的话 还是偏多操作了 还是偏多操作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中心来看待 倒是选择权的一个部分 它是偏空避险 偏空避险 但是这样加加减减 还是中心来看待 中心看待 好 POOC ratio的部分 又拉起来了 1.71 1.71 你不要忘记了 下个礼拜三就要结算 所以这个偏多 散户多空的LIDA 被咬住了 对不对 -31.4 昨天是跟你讲 -32点多 只要超过-30几的话 趋势盘就很容易来 你看 当你看到法说会 又上去的时候 我相信 留空单的又不要情何以堪 也许明天会跌 也许我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你这样留起来就会很紧张 不就是这样 来 最后我们还是要看K棒的颜色 还是红色的K棒 所以第二阶段 江老师就把大盘的 日线级K棒跟你做交代 对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要来看看马儿了 对 我们看一下马儿 最新的马儿 已经35版本了 就跟我们的七海论坛一样 一天一天在往前走 已经做了两年多的节目 还不错 那我们看一下 第35版本的塞马理论 江老师今天已经又选出来了 35版本的塞马理论 今天江老师要接牌两档股票 哪两档股票 你一定知道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就跟你分享过 第一档 3163的一个部落位 如果可以的话 想要请导播帮我们看一下 他的日内走势图 涨停板 没落差 还好 喝你嘎嘎 对不对 不要忘记了 第一根K棒冲出去而已 第二档股票 323 3231的伪创 今天涨了2.25%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江老师你真的有选他吗 你不要乱讲好不好 到底有没有选他 来 让你看35版本的塞马理论 一家 波罗威 昨天是51块 伪创在这边 昨天是24.4块 有没有啊 江老师选股能力应该不差 对不对 而且波罗威 你以为走完了吗 我跟你说 没那么快 没那么简单 你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江老师要选他 对不对 来 3163的一个波罗威 对不起 3163的波罗威 一家 有没有看到 平台突破第一根 有没有 平台突破第一根红色的K棒 你觉得这样结束了吗 那我刚刚已经有跟你论述过了 投信会被加空 所以他会找 小心 业绩股 波罗威 就是其中一例 那刚刚的3231的一个伪创 有看到吗 一直起 一直起 为什么选他 其实没有撇步 因为他是红色的K棒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当你方法不对的时候 还是一句话 江老师都一直唠叨 一直唠叨 退场观望 不是要告诉你 你会来参加我的会员 没有 没有 没那么漏 没有方法就请你退场观望 表示你的方法不对 否则的话 跟你分享这句话 李小龙他真的不怕 练过一万种踢法的人 因为为什么 练了一万种 每一种踢法都踢得很烂 但是他只怕将一种踢法的人 练过一万次的人 为什么 踢法 如果你可以练过一万次 我跟你讲 你一定会成为高手 高手中的高高手 我不骗你 所以你一定要把一种踢法 练一万次 就跟我们学员一样 红的就做多 懒得就做空 就这么简单 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 静下心来 想一下 是不是应该运用K棒的颜色 来帮助你判断多空 打一通电话 现场的助理人员会告诉你 K棒的颜色 怎么去答对 先休息 进广告 马上回来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已不错 不不错 已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未来空调再进化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No.1 天气热 它就是冷气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PM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 超强功能 高效能 一耗电 还可以啪啪燥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 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 净冷的 兵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一步错 步步错 以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女后背包 Lamigo 这是第一人所见 这是下一秒体验 这是眼前科技 这才是你真实的驾驭感受 这样的光来自天气 更来自公益 这动力开启感官的震撼之旅 The New Audi A4 撼动感官界限 计划科技定义未来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有人知道 盘式应对 一步错 步步错 以退为进 重新开始 全面量化专线 02-2506-6808 2506-6808 欢迎回来 接下来看怎么当冲 好的 今天老师教你怎么当冲 不要忘记了 10点之前 或者12点半以后 每天就做这两个时段就好 然后每天就只有两次的扣打 最重要的就只有一个 就只看工具 5分钟的K棒 其他都不用看 我真的求你 你越看越多 你越不敢出手 我真的不骗你 真的是这样 所以来 就是台子骑的5分钟的K棒 来 金老师解释一下 5分钟的K棒 开盘在这个位置 10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有两次出手的机会 第一个你可以沿着这个做下来 因为是空方空盘 大户做空 散户做多 那你可以这个方向做上去 因为也变成红K棒 你是因为多方空盘 大户做多 散户做空 所以你可以今天就做这两趟 那你也可以吃一趟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两趟都做到 因为没有人跟笋一样 两趟都做得到嘛 不就是这样吗 那大教室里面的内容 贾老师就不跟你分享 因为第一阶段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所以方法不对 就请你推厂观望 否则跟你分享李小柔 说的这句话 他真的不怕 将练过一万种的提法的人 他只怕将一种提法 练过一万次的人 贾老师运用K棒的颜色 不就是把一种提法 练一万次吗 对不对 好 那最重要就是 明天多光加上的点月 越打越高了 8800差11点哦 明天8点45分之前 贾老师会公布在盘中教学 还是一句话 不要生小的 去聊天大点 对 好 谢贾安 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恰论谈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准时与您再会